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严重下滑 或将美国预算赤字推高至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免下车服务走红 握手礼仪弹出舞台 疫情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疫情防洪措施令全球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给野生动物带来生机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 旅游院的时宜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随着五一的到来 日本和韩国也迎来了黄金洲长假 那么疫情下的黄金洲会是什么样的呢 4月30号到5月5号是韩国的黄金洲假期 随着韩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稳 黄金洲旅游需求紧喷 在冀州岛和江陵市酒店预定率超过80% 从4月6号起韩国航空公司开始增加国内航班班次 目前已恢复到疫情前的80%左右 从首尔金浦国际机场 往返旅游冀州岛的航班更是显著增加 韩梅称 黄金洲期间部分线路的火车票甚至已早早授庆 目前首尔市的山间公园已经游人如知 旅游业逐渐恢复生机 对韩国旅游业者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首先虽然韩国国内游开始复苏 但是外国游客数量何时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还是个未知数 位于首尔中路区的人寺洞 曾经满失身穿韩服的外国游客 然而现在这条繁华的街道却少人问津 据韩国阿里郎电视台报道 今年以来韩国旅游业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约19亿美元 韩国最大的航空枢纽 仁川国际机场在最萧条的时候 客流量比平时减少了95% 另一方面从防疫部门到旅游业者都在担心 随着国内游客出行的骤然增加 黄金州可能迎来疫情再度扩散 5月5日 어린이날까지는 사회적 거리 두기를 계속 이어가고 있는 동안에 여행을 계획하고 계시다면 자차로 가족 단위의 최소 규모로 이동하고 단체 모임이나 단체 식사는 피해 주시고 航空铁路部门也如临大敌 例如黄金州期间 冀州航空要在登机口 对所有前往冀州岛的国内旅客 进行体温监测 韩国铁道公社也加强了防疫工作 不出售长假期间的战票 4月末至5月初 是日本涵盖多个节日的黄金州假期 由于日本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要求民众在长假期间 避免外出和移动 今年没有出现往年黄金州期间 因旅游和返乡而发生的 交通拥堵现象 4月25日早上 在东京站 一辆东海道新幹線列车 抵达站台 但是上下车的乘客人数很少 据日本铁路公司消息 东京站发车的 所有新幹線列车的上座率 都在10%以下 有的列车上座率为0 另一方面 往年黄金州期间 热闹非凡的京都清水寺附近的特产店 纷纷紧闭闭大门 街道上也几乎看不见任何行人 在大阪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道顿窟 开门营业的店铺也很少 这里是因合掌造势民宅 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白川乡 如今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游客的身影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访日外国游客2月份锐减58% 3月锐减93% 今年1月至3月 访日外国游客在购物 住宿等方面的消费额 预估6727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441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1.6%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蔓延 许多国家采取限制入境 减少人员流动 关闭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等措施 多国旅游业遭受重创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报告预测 受疫情影响 目前全球有7500万个旅游业工作岗位 面临威胁 2020年旅游业产值 预计将损失2.1万亿美元 其中亚太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4900万旅游从业者可能失业 行业产值预计损失近8000亿美元 在旅游业占支柱地位的印尼巴厘岛 外国游客的到访数量 由以往的每天1.7万名 降到了几乎为零 与旅游业相关的5万人失去了工作 近期 当地接连发生的几起自杀事件 警方认为皆因失去生计而起 如果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么自杀率可能会上升 因为经济实在是太差了 在泰国 泰北数十座巷园被迫关闭 上千头大象面临失业及食物断供等问题 调查显示 2020年度泰国旅游业损失 预计不少于1.3万亿泰铢 欧洲旅游业同样被按下暂停键 希腊酒店业协会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高达65%的希腊酒店可能会因新冠疫情而面临破产境地 我们正在以16%到18%的入住率运营 多数都是国际货运航班的机组人员 以及一些选择长期居住在酒店的人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希腊去年接待了3400万名外国游客 这是其本国人口的三倍 据估计 这些游客带来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收入 给将近100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旅游业是希腊的经济增长源泉 也是其从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的关键 但是受疫情影响 希腊的很多酒店已经失去了3月和4月的订单 而夏季的所有预定也都已经取消了 二十国集团旅游部长24号召开视频会议 承诺在多国试图解封之际 确保协调行动解除出行限制 支持行业重启 而更多的旅游从业者也在思考 在新形势下自救的办法 日本一家豪华连锁酒店的运营商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在东京奥运会推迟和访日外国游客 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酒店打算将重心转移到国内游客身上 可以让客人在房间内用餐泡温泉的日式酒店 预计将更受欢迎 在意大利一个海滩度假村正在尝试让人们 在安全距离内享受沙滩和阳光 美国马里兰州旅游部门在其网站上提供了50个虚拟游览项目和游戏 让人们在隔离期间也可以云旅游 泰国旅游局近日宣布将推出 泰国人游泰国项目 通过推广各地美食举办会议活动等形式 鼓励民众在国内出游 据悉去年出境旅游的泰国民众达1300万人次 旅游局希望将这部分市场转移至境内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一直在污蔑抹黑中国 误称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 但是美国自己的疫情数据近来却被翻出了糊涂账 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 美国必须给世界一个交代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7号15点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96万5910例 死亡病例54876例 自4月1号以来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在25天时间内增长了约4倍 美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2万至4万例之间 尽管总体疫情依然严峻 当地时间26号 白宫连续第二天没能举行美日疫情简报会 25号特朗普曾发推文称 简报会不值得花费时间与精力 但国际媒体纷纷指出 特朗普这条推文是在其 注射消毒剂治疗新冠肺炎的言论 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发出的 此言一出 全美各级卫生官员迅速做出回应 提醒民众 服用或注射消毒剂 是一个糟糕甚至致命的想法 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内的 政界人士纷纷谴责特朗普 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 无视基本的科学 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在特朗普提出 注射消毒剂治疗新冠肺炎的 危险性建议后 纽约市卫生局中毒控制中心 接到了多起因涉入消毒剂中毒的案件 另一方面 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时候 在美国出现的 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通报 也被翻出了一笔糊涂账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 政府公共卫生部门 日前发布的通报显示 早在2月6号 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 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早了20多天 加州州长纽瑟姆已宣布 将对去年12月以来 疑似新冠死亡病例进行尸检 美国西北大学的传染病学专家表示 美国可能早在今年1月 就已出现社区感染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上周表示 已经成功追踪到了新冠病毒 在美国的传染路径 但纽约时报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 病毒传播模型估算 截至3月1号 美国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 要远大于此 在全美五大城市中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三万例 其中一万例在纽约 而纽约实施强制社交隔离 已经是两周以后的事情了 有评论认为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 一直在污蔑抹黑中国 误称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 但实际上 美国从一开始就揣着本糊涂诈 美方需尽早厘清自己的疫情糊涂诈 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要求 美国对去年的11月12月 流感死亡病例 进行一个回溯性的调查 那么现在这个加州的这个案例 至少证明了 这样的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目前的结果呢 是将新冠病毒在美国 进行社区传播这个时间线 往前推了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欧洲传入的 这就说明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病毒 它早已经在美国存在 并且广泛传播了 那么政府的防控措施 是非常的不及时 有很大的这个延迟 也导致了今天的 美国疫情蔓延的 这个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政府 它早期的旅行措施 只针对中国 它没有对欧洲 和其他国家的旅行者 进行限制 那么现在结果看起来呢 这种策略也是非常有偏见的 带来的这个后果 其实对美国来说 也是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 哈希特26号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美国经济活动急剧收缩 美大多数地区的企业 受疫情冲击 不得不关闭或是裁员 美国四月份失业率 可能达16%或更高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五周 美国失业总人数 超过了2600万 已经失业近两个月的 波音公司前员工 克里斯约翰说 他的离职补偿金 马上就要耗尽 医保也即将在下周到期 但还是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4月24号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 美国经济出现最严重的下滑 并将美国预算赤字 推高至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 最高水平 到9月30号本财年结束时 联邦预算赤字 预计将达到3.7万亿美元 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 前所未有的 赤字开支计划 以缓解美国经济 大面积停摆的影响 而这势必会对全球经济 产生连锁反应 那么现在就面临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钱从哪来 就旧式的钱从哪来 美联储已经承诺 要为政府 为美国售货 要提供无上限的流动性 这个不仅仅是对美国国内 也对全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长期地利率 甚至负利率 有可能严重扭曲 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美联储财政货币化的道路 实际上就等于是放弃了 美联储长期以来 所遵守的货币政策 独立性的地位 那么这对美元的信用 对美国整体货币体系的信用 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从长期来看 积极恶化的财政债务 这样一个恶化的这种状况 有可能是美国通过 寻求外部的财源 来消化 甚至是抵消一部分债务 来弥补它的这个巨额亏空的财政赤字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 由谁来承担 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 一个关注的话题 到底是下一步的征税 还是美国有可能通过一些 非经济的这种手段 来化解国内的矛盾 那么我们必须要警惕 美国转嫁矛盾 美国转嫁风险的这样一种代价 所带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如今免下车服务走红 握手礼仪淡出舞台 不知不觉间 疫情迫使人们的生活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不再握手 社交礼仪改变 韩国政府4月24号公布 生活防疫指南草案 还没称 随着韩国国内疫情趋稳 人们开始试探性地 恢复社交活动 但疫情还远未过去 如何在防疫的前提下 让生活逐渐回归正轨 新的社交礼仪十分必要 在日常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 两米距离最低不少于一米 由海外旅居使得 两周内应避免外出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症状 切不可上班 应居家办公或灵活利用 弹性工作制休假等 会议也要尽量避免 采取面对面的方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应分散落座 乘坐高铁飞机首选靠窗座位 购物时尽量独自外出 并避免前往试吃和化妆品柜台 参加婚礼葬礼时 建议以注目礼代替握手 观看体育赛事时 避免吃东西 喊口号和身体接触 提前在网上购买门票 进入网吧 唱歌房等场所 必须佩戴口罩 还没称 防疫已成为 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口罩将成为 文明社会的象征 疫情之下 口罩成为人们 外出必不可少的装备 当地时间4月26号 印度总理莫迪在讲话中 将佩戴口罩 称作文明社会的象征 与此同时 德国以色列 也加强 佩戴口罩相关措施 据韩国YTN电视台报道 以色列27号宣布 对公共场所不戴口罩者 出以罚款 约合人民币410元 德国拜恩州 也从当天起出台 相关罚款措施 无接触服务走红 疫情期间 无接触免下车成为热词 这里是韩国江源道 4月正式当地著名土产 马蹄叶 松木牙等山野菜 丰收的时节 但受疫情影响 2020年的 山野菜品尝促促活动被取消 为帮助农民打开销路 江源道推出 免下车销售活动 제가 직접 산나무를 구매해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이렇게 운전을 해서 주문을 하면 되는데요 곰치 하나 주세요 이렇게 주문 접수를 하면 이렇게 운전석으로 바로 산나무를 받을 수 있습니다 在英国 米尔顿凯恩斯镇 一款送餐机器人 近来格外忙碌 这款机器人 名叫星剑 外观看上去 就像一个 安装有6个轮子的 白色塑料盒 可别小看它 这支星剑机器人队伍 可是专门为 一线医务人员 免费送货送餐的 生活成本上涨 例如在韩国 由于人们外出减少 越来越多的人 亲自下厨 但受疫情影响 粮油等食品价格 随之上涨 据韩联社电视台报道 韩国消费者团体 协议会调查 结果发现 2020年第一季度 鸡蛋价格 比上一年同期 上涨近26% 食用油 芝麻油 豆腐等食品价格 也上涨了 6%到8%不等 与之相反 市民收入减少 生活负担加重 专家称 由于疫情导致 全球性停工停产 和劳动力短缺 预计物价上涨趋势 短期内仍将持续 留美学生记录 寄宿家庭积极抗疫 在英留学生 向医院捐赠口罩 随着疫情在欧美 持续海外战役情况如何 来进入今天的 海外战役日记 我是吕冬月 现在在美国加州 旧金山市 我是一名护会生 我寄宿在美国家庭 旧金山和加州 从3月17号起 就开始执行 居家隔离链 和社交距离链 是美国最早开始实施 相关措施的地区之一 疫情期间 虽然我们全都待在家里 却也充实忙碌 父母电话会议 远程工作 孩子视频网课 写写画画 我们也经常会 就疫情的发展状况 展开家庭讨论 平时隔几天 我就会用消毒喷雾 湿巾 把家里容易摸到 碰到的地方 都擦一遍 家里的大人孩子 也都非常注重 个人卫生习惯 家妈说 跟我生活在一起 会很安全 一开始 家爸家妈 并不认为 戴口罩 具有良好的防护作用 但是 随着确诊病例的 不断激增 家庭父母 终于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性 我给他们的口罩 也发挥到了 真正的作用 家妈 有姐妹6人 有两个姐姐 是护士 他们说 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 非常辛苦 并且有着大量的 检测人数 和确诊病例 形势非常严峻 但尽管如此 医护人员 依旧坚守在一线 必须行业的从业者 也都坚守岗位 我们自然 也要做好居家隔离 家妈说 面对全球性的疫情蔓延 我们的态度应当是 世界一体 不分国界 共同努力挽救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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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宋泽 这段时间 我陆续收到了 很多国内各级爱情人士 给我游记过来的口罩 那么今天 我也准备把这些口罩 整理一下 然后去分发给 英国当地的医院 养老院 这些是要捐给医院的 一共是将近两千个 然后都挑选出来 这样的 医用外科口罩 现在这些口罩 都已经准备好了 标语是 守望相助 换动一共 携手同心共可事件 现在就到了医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识 这里 嗨 嗨 嗨 我们只想要赞 这些口罩 给 哈 哈 好的 对 对 好的 更多资讯再来看主持人 近日俄罗斯潜水员在白海冰下拍到罕见的罗海蝶 画面唯美梦幻令人惊叹 罗海蝶是一种浮游软体动物 生活在北极南极等寒冷海域的冰层之下 因游动时挥舞着透明的两翼 又被称作海天使 日媒近日曝光了一段水族馆海塔 快速转圈圈的视频 360度花式旋转超敬业 连日来三重县鸟羽市水族馆 因疫情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虽然没有观众 但海塔丝毫不松懈 卖力演出 工作人员表示 这可能是海塔自己嬉戏玩耍的一种方式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各国叫停经济相继封城 生态环境也随之得以修复 据外媒报道 由于天气晴朗水质提升 24号上万只火烈鸟飞抵 印度孟买的中心湖泊密密麻麻排成一片 整个湖面几乎被染成粉红色 场面极为壮观 有孟买市民甚至建议 希望每年都封城几天 这样才能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疫情下类似的景象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 在美国旧金山 一头丛林狼在金门大桥附近自由漫步 在智利圣地亚哥 美洲狮在市中心大摇大摆出没 在威尔市海滨圣地兰迪德诺 一群山羊在街头自意奔跑 在印度 十年未见濒临灭绝的利归 出现在东部奥里萨邦的海滩上 在泰国 三十头如更在董里府海域悠闲地玩耍 韩梅称 疫情给野生动物带来生机的同时 也给人类留下永恒的课题 据俄第一频道报道 本周 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会展中心的 方舱医院将正式投入使用 报道称 只用了短短七天的时间 该医院所有的建筑和安装工作 就相继完工 速度之快 创下全俄记录 早上起不来怎么办 很多人选择设置多个闹钟 每隔五分钟响一次 殊不知 这种习惯可能会导致慢性疲劳 近日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 若反复惊醒又睡下 人体就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肝的激素 使人感到疲倦难以清醒 因此 闹钟响一次就马上起床 更助于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 近日 英国一名因脊髓受伤而半身瘫痪的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 通过爬自家楼梯登上了相当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他花四天时间 每天12小时将这段楼梯爬了5566次 共9万步台阶 以达到攀登8848米的目标 此举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筹集超过50500美元的善款 好的 新亚洲文殿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各位观众再会